5月17日,黑龙江省迅克县翠红山铁矿发生透水事故 截至目前已安全申请35人,仍有8人失联 记者18日在益春市第一医院见到了事故亲历者甘体县 他向记者讲述了事发时的惊魂一刻 如果等到下面清理的命都没有了 我们都是扶着管子,扶着钢丝纯出来的 当时都迷魂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上来之后我们到警口上那些领导他们都在警口上等着我们的 挺关心我们的 就开始问下面有多少人怎么怎么的,我们都告诉了 他们挺急急的就下去救人了 记者从益春市第一医院了解到 截至目前该院共收治20名受伤矿工 其中皮肤软组织挫伤的患者有8名 吸入性肺损伤患者有10名 有一名是双眼检受伤 还有一名是右手皮外伤 昨天呢,昨天在发生这个事故以后 第一时间我们市委纪委就把我们益春市五院 这个心理医生派出了一个团队 对这个突发事件以后 这个伤员进行心理辅导 目前患者通过我们检查 观察对症治疗 目前为止患者病情比较平稳 生命体征平稳 记者从黑龙江省迅客县委宣传部了解到 救援现场投入14台水泵 每小时排水2000多立方米 120名救援人员正在克服降雨和水下淤泥影响 全力开展救援 同时,救援现场指挥部已派出探查和观测两支队伍 对警下情况进一步勘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